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台大教授李席坤坤批语,今宣布参选台北市长,又传绿高层主义政务委员唐凤选北市长,到台中参访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,每天题目不一样,他的答案都一样,做自己的事。 柯文哲到访台中市,肯定台中市长林佳龙团队效率被问及传唐奉队率高层清点选台北市,面对智商高能力强的对手,阶级吸引年轻人的坤匹,李席坤是否被感压力。 柯文哲淡定指出,每天题目不一样,他的答案都一样,做自己的事。 令针对今日到访台中市,林佳龙几乎全程陪同,柯文哲与林佳龙的政国会关系引外界好奇,柯文哲说林佳龙本来就很亲切,林佳龙也说别太有想象力,城市交流分享经验,对市民是好事。